愛 吸氣 鼓氣 會 左手賴 右邊邊下 跟著老師做體操 就用常科醫院在晴仁護院區 舉辦了健走活動 出發前大家舒展筋骨 準備熱身 現場性超過千位民眾參加 去年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我們曾經停辦一年 但是我想現在疫情已經比較趨緩了 那大家 國門也已經開放了 所以大家對正常生活的 期盼非常的殷切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活動 這樣非常有意義 我們也鼓勵大家都走出戶外 然後注意自己的健康 我們在這個活動裡面也鼓勵大家 還是要做好防疫的一些基本動作 譬如說要多洗手 戴口罩 然後要保持一點社交距離 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健康快樂 度過這個疫情 常科醫院照顧民眾健康 每年都會舉辦健走活動 去年因為疫情停辦了一年 今年疫情趨緩 民眾參加踴躍 活動準備了上千份的摩彩品 鼓勵民眾多運動 10月中旬的時候入境就會變0加7 也就是說入境之後就自主管理 那11月很有可能 可能蔡委員可以補充一下 11月很有可能戶外把口罩拿開 不是只有講話才可以把口罩拿開 所以未來慢慢慢慢慢慢的 我們的這個疫情會慢慢解封 那在解封之前的時候 如果大家能夠的話 還是記得小朋友至少打一劑疫苗 那我們成員人年長者如果可以的話 第四季技能去打 防重症不是防感染 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的話 相信明年 明年的春節的時候 我們大家可以拿下口罩 過個好好的年 民眾扶老稀幼前往前胡見走 面對接下來口罩令即將鬆綁 立委蔡聲音說 疫情趨緩 但大家還是要做好防疫 隨著疫情的趨緩 其實我們整體的防疫政策也做了改變 那目前政府的規劃是從10月13號開始 未來陸出境改成0加7 那這樣子對我們整個生活來講 會有非常大的方便性 那所以事情這邊也特別在通知大家 那未來0加7也代表我們的國人出國入境之後 它的管制是更加的減緩了 那就是強調自我健康的管理 那未來可能在11月或12月的時候 對於戶外的活動 政府也有考慮要放寬更鬆的措施 也就是所謂的可能戶外不用戴口罩 但是還沒有做最後的公佈 那我相信這一切的一切就是要回歸正常的生活 回歸正常的生活 大家的生活才會一切正常 那最近還是要感謝這兩年多來 全體國人為我們一起 為了共同來抵抗疫情 我們大家一起做的努力 明槍後正式出發 隊伍聲勢浩大 現場還設有器官捐贈等位教宣導攤位 民眾用健康運動來迎接 醫後的生活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 他也是好的